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的诗篇不是直接说给神的 是写给神的 but they are addressed to other people or to themselves 有一些诗篇是讲给其他的一些人听 或者甚至是写给自己 说自己的 那这些诗篇的作用呢 就是鼓励他人也勉励自己 使得他们可以对神的忠心 真实 诚实 而且是勉励自己和他人 就是要信靠神 诗篇实际上是讲到神的伟大 他们是讲到神的大能力 他们是讲到神的怜悯 是讲到神的智慧 是讲到神的公义 他们也讲到神是何等的永恒 也讲到神是如此的慈爱 是讲到人多么的恩惠 或者讲到他是多么的可以 值得敬畏 这个事实是神掌握一切 所有一切都是神造 我们看见在这诗篇里面 比比皆是讲到上帝是大能的创造主 诗篇也讲到神不但造了这天地万物 而且呢 他掌握一切 让一万事万物最后都有自己的归宿 但是这个最后的结论 每一个被造物的终局 都是按照神的计划一丝不踏 诗篇也讲到神作为救赎主 一切的万事万物都浮在他的脚前 这些诗篇也是写给凡尤尔听义和华话的人 这些诗篇同时也是鼓励这些有而愿意听义和华的 顺服义和华的人呢 是如何的服从如何的学习神的教导 这些信条 尽管我们说在诗篇里面讲到关于神的这些特点的时候 在诗篇里面比比皆是几乎每个角落你都可以找到 但是呢 我们今天只能够稍稍地取一些例子吧 比方说我们来看诗篇的三十三 当这个诗篇三十三开始的时候他先是赞美神 那为什么要赞美神呢 我们看四和五 他说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 凡他所做的竞斗诚实 他喜爱仁义公平 遍地都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等他讲到说他是言语正直 他又是公平仁义 他说他喜爱仁义公平 他说全地都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个 这个诗人他也知道 所以诗人知道以后 他就要把这个用诗歌的语言把它记载下 因为这个缘故 人的行事为人 人心事的相信 行事的作为行动的准则 所以人就是什么 一人应该要赞美耶和华 如果大家看从第六到第九节 从六到九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 从六到九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 他口中的气而成 他聚集海水如雷 收藏 生羊在库房 愿全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敬畏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这里是讲到主耶和华的大能和他的大力 比方说宇宙外物的被造 居然是耶和华口里说一句话 他说有就有了 所以弟兄们 为什么我们要非常重视神的话 就是这个原因 当神耶和华说有就有了天地万物 从无造有的时候 那现在写下来的耶和华的话 一样是神的话 他一样有这样如此的大能大力 我们不能说我家里有圣经 然后把它放在里面 反正有时间 等到稍微有时间我再读 我们不能把神的话锁在柜子里面 整个宇宙外物的被造 居然是神口里说有就有了 第九节 这是非常著名的经文说 他说有就有 这个诗人在这里用非常简洁的诗一样的语言 就把它写下来神的这个巨大的能力 这种能力是我们人的头脑和理性完全无法掺透和理解的 甚至或者想象的这么一种打得不得了的大而可畏的能力 所以诗人说像这么大能大力的神 我们必须要什么呢 我们不但要承认 而且我们要顺服这样的神 诗人实际上是反过来是在警告我们 如果我们忽视或者悖逆这么大而可畏的神 我们就没有好下场 第十三到十四 请不见 请不见 请不见